不辨性 独存性 世间有没有这样的法 没有 有没有自信这样的法 没有 所以没有叫做有自信还是无自信 无自信 办事我们认为是有自信 我们把我们自己当作 实友还是假友 真的吗 你们是把自己当实友还是假友呢 口中假友 内心 可能实友 好所以呢 他说存在者必是陷起 必有时间性空间性 又必有运动 这四者实在总射了一切 所以注意 他为什么用八部的四对 来否定一切的自信值 因为在世间的法的上面 只要有一个法 他必须具备这四个法的条件 那我们只要去否定他 就可以否定自信值 法的存在就是一个限期 我们说 我们入住在三有当中 有是八瓦是存在的意思 存在就是一个限期 就是一个生期 刚才提到的缘起提到 持有 故彼有 此生 故彼生 我们存在三有当中 有违法存在三有当中 这个有 他一定生起 灭去 我们对生 跟灭 产生自信值 以为有一个实生 以为有一个实灭 好 所以呢 如只有真实的自信的八法 我们如果 执着有一个 真实的生 跟灭 长断意义来去的话 那我们就会 这个产生执着 而轮回生死 我们有这个 真实自信的八法 就不能理解 说明 世间的实相 我们不能理解 我们就会轮回 在生死当中 我们执着 有自信的这个八法 轮回生死 但是如果我们否定 真实自信的八法 也就是说 没有真实的生 没有真实的灭 没有真实的长断意义 来去 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去向于解脱 刚才提到说 我们因为有自信值而轮回 那这个自信值呢 因为法的存在 法 法的存在 一定落入于时间 跟空间当中 有所活动 所以 我们只要在这个八法当中 其中一法 去除对 我跟法的自信值 我们就可以去向于解脱 那这个自信件呢 是错误的八件 这个剑呢 在伏法当中 可以分成两类 一个是正剑 一个是斜剑 那斜剑呢 我们也分成五类 就是身边斜剑剑 就身剑边剑 斜剑 剑取剑 还有什么呢 借进取剑 那除了那八件呢 这边所讲的八件呢 就是对生灭 长断意义跟来去呢 产生错误的知见 那刚才提到说 法的生起呢 它一定会有生灭 有违法生起灭去 所以在法的当体呢 它有生灭值 好 那法的当体 有违法生存 存在的当体呢 它就是一个有的存在 欲有色有 无色有 那这个法 不论是内而 我法 外而 这个 外法 它一定落入在 时间跟什么呢 空间 我们对法会有生灭值 因为法呢 生起灭去嘛 你只有一个 生法 只有一个灭法 那落入时间呢 它说通过时间呢 既有什么呢 因为时间 它就会有恒常跟 这个常见跟断见 比如说 我们人呢 生在这个时间 我们会以为 我们恒常不变 都会在这个时间 我们人 死了以后 人还是当什么呢 人 这是 常见 那有些人认为 人死了以后 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断见 好 所以呢 通过时间性 它会有常见跟断见 通过空间呢 它会有一跟一 它会有一见跟异见 那在时空的运动上面呢 则有来去值 好 所以呢 法的当体 会有生灭值 那有违法 它一定会落入时间跟空间 落入时间 我们会有常见跟断见 落入空间 会有意见跟 意见 那在时间跟空间的运动上面 它的无常变动上面 它会有来去值 好 这个呢 在导师中观经论 或是中观论诵讲记呢 它也用 有时空动 来说明我们对有违法的自信值 因为我们对有违法的 生起的存在 存在会有生跟灭 产生生灭值 这个有违法的存在 它一定落入时间跟空间 对时间产生常见断见 对空间 会产生意见意见 在活动 法的活动当中 产生来去值 好 这个自信值让我们产生轮回 所以呢 我们要先了解 我们要否定的这个八法 这八法呢 就是接下来我们这边会提到的 那否定的这个八法呢 我们先看 这边呢 我们提到说八部嘛 他八部的这个部字 部字是否定 八部呢 他是要所部的对象 是八四四对 那这个四对呢 刚才提到说 他是什么 一切法最一般的普遍特性 普遍特性有这四种 那所以呢 龙树菩萨总举这个八四四对 各加一个部字 加以否定 所以 这个四对呢 等一下我们会加一个部字 加以否定 虽然只不持八四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依不依 不来不去 时宜总部了一切法 那八四四对呢 是一切法的基本通信 那既然八者皆不可得 也就是生的自信不可得 灭的自信不可得 乃至于来出的自信不可得 缘起八部 那既一切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可得呢 从此可通达诸法必尽空的十项 那如果我们从这边看的话 他说八法都不可得 就可以体悟到必尽空 那我们对八法是可得不可得 我们是可得还是不可得 我们是可得哦 我们是有没有生 有实质性的生 有实质性的灭 所以我们生感觉 有没有那种实在感 难道我没有生吗 你能说我没生吗 其实你是生还是不生 没有实质性的生 没有实质性的生 是因缘合合假名的生 所以农数学呢 叫做信空为名嘛 他唯有假名的生哦 你的缘起是信空的 你要体悟到没有实质性的生 所以他叫做不生 不生也就不灭了 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他的一个说明 那其实呢 他所布的是什么呢 他所布的内容是 自信 刚才提到说 自信呢 是实在性 不变性 独存性 世间请问 有哪一个有违法 他有实有性 他有不变性 他永远不变的 有没有 有吗 没有 有没有独存性的 没有 所以他要布的是 布那个什么呢 那个自信 所以我们说 无自信嘛 缘起的诸法 有没有自信 缘起无自信 既然是无自信 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什么呢 无自信就是空性 好 所以缘起 缘起无自信 诸法必尽空 你要体会到缘起的无自信 无自信就是空性嘛 请问一下缘起是有还是空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缘起 是有嘛 你如果体悟到无自信 就可以体悟到必尽空性嘛 对不对 所以从有当中体会到什么 空 注意了 这边提到有一组 空色相爱 不相爱而相成 不相妨碍 什么意思 我们说中论里面提到荣述菩萨说 以有空益故一切法得成 对不对 以有空益故一切法都可以成立 有法可不可以成立 可以 对不对 因为有空益才可以成立 如果不空的话就不能成立 那波罗经里面提到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说明都是一样的 刚才提到说缘起是有还是空 缘起是有哦 比如说我们缘起有 生起这个设法 这个设法有没有实质性的设法的生起 有没有 实质性的设法 只是假明的设法生起 假明的设法生起 有没有实质性的生呢 没有实质性 如果实质性的生就永远的什么 生了 它是没有实质性的生 没有实质性的生 我们叫做什么呢 不生 好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法呢 没有实质性的生 就是不生 所以我们在缘起法当中 要体悟到缘起法的毕竟空性 所以我们说缘起性空 是吗 缘起性空 那个缘起是有还是空 缘起是有 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无质性 提悟到它的毕竟空性 色里提到的色即是空 就是色是缘起 缘起性空 缘起的空是当体即空 不是离了缘起 还有一个空 空即是色 在性空当中呢 其实不离 这个缘起有色法的说明 所以呢 中论的已有空一固 一切法得逞 在性空当中 性空没有不变性 没有独存性 没有实在性 也就是没有自信 所以一切法可以 限为有 因为性空 所以能有 因为性空 所以能 能陷起一切色 好 这个是空色 不相爱 而相成 那所以呢 我们说缘起 无自信 诸法 必尽空 你只要提悟到 缘起的无自信 无自信 无实在性 无不变性 无独存性 你就能够提悟到 必尽空性 那 我们现在对缘起呢 是有自信 还是无自信的提悟呢 是有自信 还是无自信 是有自信 你们不要讲无自信 无自信 你们就在 共作上面 当然 你们现在轮回 是有自信 还是无自信 有自信 对自信 产生执着 我们对自信的执着 注意 没有很多 只有两个 这个跟那个 我执跟法执 自信的 使有执着 两个 内而有 真实 不变的 我 对这个 我呢 产生自信值 刚才提到说 我们对这个 我 产生自信值 刚才提到说 自信是什么呢 自信是 实在性 自信是 不变性 自信是 独存性 你认为自己是 实在的 实有的 我 我 好